高度很高级数的器物啊 在当初制作的时候 它的保有量就不会很高 这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性和这个技术的这种难度所决定的 比如现在朋友们看的这件呢 名称画追刻凤纹川莲公碗呢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这只碗的外壁啊 追刻凤川莲纹饰 在内壁啊 追刻的是这种这个鸾凤纹纹饰 鸾凤纹就是所谓的一宫一祠 就是这个雌雄这个双凤的这么一种纹饰 这种纹饰的使用规制啊 肯定是皇宫内最高等级的这个拥有者 这个女眷的拥有者使用的这种纹饰 那么这件器物啊 通体溜金啊 朋友们你看他这种溜金的颜色 这就能看出来 这是明代溜金的颜色啊 金钟泛红 那么这件东西啊 它的这个工艺复杂程度自不必说了 啊 那么在这个保有量上 像这样的东西 它就不可能有很高的保有量 显然这种器物的工艺复杂程度啊 和一般的像那种机缸杯啊 那种瓷器的元气啊 这个相比较的话 它肯定它的稀有度要高得多 因为这种器物它本身是磁胎 在磁胎上又进行这个追刻 它在这个内壁上啊 用红绿蓝黄啊 这个五彩啊 追刻出这个鸾凤纹的这个纹饰 在这个气壁周边呢 又追刻这种团花纹饰 显然像这种器物啊 它不是为一般的用器而制作的 它肯定在当初制作出来 它就是一件观赏器 或者是一件赏赐用的 有专门意义的这种器物 那么我推断呢 像这种东西 有很有可能是当初 成化皇帝赐给万贵妃 专属的这么一种东西 因为这种器物的工艺难度太复杂 它这个通体溜金呢 它是先把纹饰追刻在这个气壁上 然后又在这个纹饰上溜金 那它内壁的这种鸾凤纹的纹饰啊 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微观的这种影像 就能看到啊 它使用的这种材料 这显然都是天然材料 都是用这种天然的矿物材料 提纯以后使用的 这个和现在那种化学的燃料 不管是它结构上 还是它观测它的这个颗粒的这种形状上 都有明显的区别 像这样的器物啊 显然它的路份就不能和一般的那种 这个大量生产的 你像名城化的那些器物相比较啊 显然这种器物的保有量就是非常低的 它的这个路份和级数都非常高 如果让我确定这件器物的级数啊 我就把它确定为五千万分之一 甚至一分之一这么一个范围 我相信像这样的器物啊 整个我们全国呀 也不会超过二十只 甚至不会超过十只 感谢您的精英呢 解释底下